今日,我想与诸位探讨的是一个显为人知的故事,关于台湾歌坛传奇凤飞飞的世事之谜,以及他儿子多年后终于鼓起勇气,含泪揭露的真相,更有高僧对此发出因果循环的感慨,让我们一同聆听。 人生如戏,轮回不息,初来乍到,我们带着啼哭降临,周遭却洋溢着欢笑。 而当生命之竹即将燃尽,或许我们已能平静面对,但周围人的泪水却如潮水般涌来。 死亡本身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如何坦然接受这一必然归宿。 欲知死期,往往比死亡本身更令人心计,因为我们对陈氏的眷恋,对未敬之事的牵挂,难以割舍。 时光回溯至2012年2月14日,正当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的余韵中,一个惊人的消息如晴天霹雳般传来,台湾歌后凤飞飞已于1月3日悄然离世。 这一消息,时隔1月才公知于众,令无数粉丝震惊不已,纷纷质疑其真实性。 毕竟,凤飞飞生前正紧锣密鼓的筹备演唱会,怎会突然离世。 一位深谙玄学的朋友,出于对凤飞飞的敬仰,决定冒险开天眼探寻真相。 尽管此举对修行大有损耗,但她仍义无反顾。 然而,初时竟无法寻得凤飞飞的灵魂。 后来,借助她的歌声通灵,终于发现她的灵魂正凝视着台北的方向。 面对即将到来的阴差,凤飞飞流露出遗憾之情,表示未能与粉丝好好告别,希望他们不要过于怀念。 严毕,她随殷差离去,留下朋友泪十一斤,感叹这位善良的歌者竟有如此结局。 回顾凤飞飞的一生,我们不得不提及2011年的那段时光。 那时的凤飞飞,尽管已尽花甲之年,却仍然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歌迷的心。 当她宣布将在台北举办个人演唱会时,整个乐坛都为之震动,歌迷们更是欢呼雀跃,纷纷期待着与这位传奇歌手的近距离接触。 为了这场演唱会,歌迷们提前准备,定制海报,横幅,希望能给凤飞飞一个难忘的惊喜。 凤飞飞深知这场演唱会的重要性,她不仅要在舞台上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,更要回馈那些多年来一直支持她的歌迷。 因此,她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准备,从反复彩排到熟悉场地,再到与乐队的磨合,每一步都力求完美。 尽管年龄已大,体力不如年轻人,但凤飞飞从未有过丝毫懈怠。 她坚持每天进行体能训练,无论工作多么繁忙,都会抽出时间跑步、健身、练声,只为在演唱会上呈现出最佳的自己。 然而,就在演唱会筹备工作如火如荼之际,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所有的瓶颈。 一天,凤飞飞在进行体能训练时,突然感到嗓子不适,轻渴几声后并未缓解。 她以为只是运动过度或疲劳所致,便坐下来休息,并喝了一大杯水试图缓解。 然而,事情并未如她所愿。 仅仅过了几个小时,她发现自己的声音竟然完全消失了。 凤飞飞惊恐万分,连忙赶往医院进行检查。 然而,检查结果却如同晴天霹雳,让她瞬间呆立当场。 原来,她竟然患上了癌症,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至生代,情况十分严重。 医生告诉她,病情已经不允许她继续工作,必须立即接受治疗。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,凤飞飞不得不含泪取消演唱会。 为了不让歌迷们担心,她亲自录制了一条音频向粉丝道歉,并解释是因生代问题而无奈取消。 尽管歌迷们深感遗憾,但她们依然表示理解,并纷纷为凤飞飞送上祝福,期盼她能够战胜病魔,早日康复。 凤飞飞的这一遭遇,不仅让歌迷们心痛不已,也再次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与珍贵。 在那之后,凤飞飞仿佛从人间蒸发,歌迷们对她的思念与日俱增。 然而,当再次传来她的消息时,竟是那令人心碎的离世噩耗,歌迷们无不震惊与哀伤。 随后,凤飞飞的律师出面,向公众揭示了这段不为人知的秘密。 原来,凤飞飞在入院治疗后,病情并未好转,反而在年末时分,急剧恶化。 她深知自己时日无多,便在清醒之际,对律师详细安排了深厚事宜。 其中,特别嘱咐要延迟一个月公布死讯,因为她深知,年末与春节将至,她不愿歌迷们因她的离去而影响了节日的欢愉。 凤飞飞对歌迷的爱,深沉而真挚,即便生命即将走到尽头,她仍在为歌迷们考虑。 她临终前的遗言,更是让人动容,我这一生,快乐而精彩,感谢那些陪伴我走过这段精彩岁月的彩虹。 未能唱完的歌,来生再续,唱给你们听。 得知这一真相,歌迷们无不感动落泪,虽然无法亲眼送别偶像,但他们戴着各式各样的帽子,前往祭奠这位心中的帽子歌后。 提及帽子歌后,便不得不提凤飞飞对帽子的痴迷。 自成名以来,她每次亮相,总少不了一顶别致的帽子。 相较于其他女明星对裙装的偏爱,她更钟情于裤子搭配帽子的干练风格,这也成为了她的独特标志。 她对帽子的热爱,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,无论是外出工作,还是度假旅行,只要出门,她总要光顾帽子店,仿佛不添置极顶新帽,此行便不算圆满。 有一次,她甚至在一家帽子店,一次性购买了数十顶帽子,让店员惊喜不已。 因她每次现身都帽子不离身,且没场演出,帽子都不重样,人们便亲切地称她为帽子歌后。 上世纪台湾歌坛,群星璀璨,歌后辈出,邓丽君与凤飞飞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 两人同为1953年出生,出身平凡,却都凭借歌唱比赛踏上歌坛,后又同败留家昌为师,学习歌唱。 事业初期,他们不仅歌唱事业蒸蒸日上,还涉足影视表演,经历了事业的辉煌与低谷,有着诸多相似之处,堪称有缘之人。 他们的故事,如同两颗璀璨的星辰,在台湾歌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 或许在内地、香港和日本,邓丽君的名声远远超过凤飞飞,但是在台湾,凤飞飞的影响力曾一度大过邓丽君。 她如同一座桥梁,连接着台湾乐坛的过去,现在与未来,见证了乐坛的每一次蜕变。 正如梅艳芳被誉为香港的女儿,张国荣成为香港的象征,凤飞飞则仿佛承载了台湾音乐的精神与灵魂。 她的离世,让歌迷们心痛不已,但想到她能与挚爱的丈夫在另一个世界重逢,内心又生出几分慰藉。 人生如梦,唯有内心的平静与安宁,才是最终的归宿。 在凤飞飞去世后,龙潭宝光见得道场,举行了一场庄重的法会。 在分组讨论时,一位班员突然身体不适,同修们察觉到异样,连忙将其送往点传失事。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这位学员竟被凤飞飞的灵魂所赴,开始传达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讯息。 我的本名叫林秋卵,一名凤飞飞。 凤飞飞的灵魂透过学员的身体,缓缓诉说着自己的故事。 我曾追求过道,演艺圈中也有许多朋友同样在求道。 然而,由于对道的真谛一无所知,我最终选择了结婚生子,放弃了求道的道路。 歌唱生涯四十年,我曾以为自己活得无比辉煌,但当我站在南天门前,却发现自己的功果布上一片空白。 结婚后,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家庭中,却忽略了对真理的追求。 生病时,我才发现自己迷失了许多东西,一直在寻找着什么。 后来,我意识到这是因为我有求道之心,却没有真正去修道。 在迷茫与无助中,我泪流满面。 四十年的辉煌,却换不回我真正想要的东西,因为我心中充满了忏悔。 感谢冯济公活佛师尊大人给我这个机会,让我能在这里阐述一切。 我的故乡在桃园大西。 师尊说,只要我有机会阐述一切,就能积累一点功德。 所以,我非常感谢点传师给我这个机会说话。 凤飞飞的灵魂继续说道,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你们,就暂时称你们为先知吧。 这是一条至尊至贵的道路,虽然我在舞台上风光无限,但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我的儿子。 他在加拿大,我希望他能求道,修道,行公了愿,过上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 点传师以慈悲之心对凤飞飞之灵说,我将于三月二十五日返回加拿大,望你能托梦于子,让他寻我。 你们的追寻令我钦佩,我黏制花甲,却未曾觅得此路。 你们皆身怀光环,而我失去肉身后方之道的珍贵。 望点传师能鼓舞众人,振奋精神。 我见诸仙佛皆流血泪,欲示未来将有其事发生。 我素来不愿扰人,今日惊扰各位,实属无奈。 济公活佛期许我们真是自身命运,共赴正道。 佛教宣讲三世因果,六道轮回,生前造什么业,往往决定死后投生去处。 如此看来,一个人投生于何处主要由自己决定。 但为何有诵经超度之说? 对于已故之人,诵经超度对他们有多大帮助? 又如亡故千百年的祖先,若后世儿孙诵经回向给他们,对他们有什么意义? 超度最好是在什么时间进行? 超度最好的方法是什么? 超度工作的主体又是谁? 佛教是相信超度作用的,不过超度的功用也有一定的限度,超度只是一种次要的力量,而不是主要的力量。 所以,修善的主要时间是在个人的生前,若在死后由活人超度死人,所以修善的功德回向给死人。 《地藏经》中说,死人也仅得到七分之一的利益,其余的六分乃属活人所得。 同时,正信的佛教对于超度的方式,跟民间习俗的信仰也颇有出入。 所谓超度,乃是超生乐土而度脱苦去的意思,是仗着家属亲友们为其所修善业力量的感应,并不是僧尼诵经的本身有着超度的功能,乃是借着超度者的善业及诵经者的修持而起的感应。 因此,正信的佛教超度工作的主体不是僧尼,而是亡者的家属。 亡者的家属,若能在亡者临终之际将亡者心爱的东西供奉三宝,施舍贫穷,并且使得亡者明白待他做了如此的功德,那对亡者的死后有着很大的帮助。 那是由于一念的善业感应,以及临终之际的心境安慰,所以他的夜时也将感生善处。 这是物以类聚的原理,不能说是迷信。 若于亡者死后,儿女家属以恳切前境之心斋僧不失,做大善业,以其殷勤的孝心也可感应亡者的超生,但此已经不如在亡者为死之前所做的受用大了。 为其孝心至诚,如地藏旧母那样的发大悲怨,愿为旧母而生生世世救度苦海众生,凭着伟大的愿力尚可感通亡者,减少乃至灭除亡者的罪业,这不是无理的迷信,而是由于大孝心及大愿心的感通,使得超度者的心力愿力化入感通了被超度者的业力,乃至彼此连通一气,所以能够超度。 所以,在正信的佛教,死人的家属若要见拔亡者,乃是供养三宝,即不失贫穷,并不一定要求僧尼诵经。 僧尼接受不失供养,仅为摘供者住院而已,因僧尼诵经是日常的横客,诵经是一种修持,也是为求明白修持的方法,目的不是超度亡者。 施主供僧的功德,是由于成就了僧尼的修持生活而来,不是由于寄功折价的诵经而来。 佛教中虽有只是以诵经来超度亡者,那是希望个人亲自诵经,万一自己不会诵经或以为自己诵得太少,才请出家人代诵。 其实,僧尼是为佛法的注释及化事而设,不是专为超度亡灵而设。 诵经的功德是由于信仰佛法并修持佛法而来,所以并不限于僧尼才可诵经,更不是一定要在人死之后才来诵经。 当然,以上是就佛教本身的立场而说,事实上,向来请僧尼做佛事的中国人未必就是佛教徒,甚至是不折不扣的儒者。 如近仁唐君义先生,他是著名的新儒学者,但他母亲去世之后,仍到香港的寺院中做佛事,并把灵位供在佛寺中,他因自叹他的哲学在这一方面用不上力,所以仍抱着似儒在的儒家观念,寻求甚中追远的安慰。 像这样的例子可谓极多,如要他们完全照着佛教的观念来做,恐怕不易,所以这是中国佛教必须求易解决途径的一大课题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,点击右下角订阅我,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,我们下期再见。